从一所国际学校的中文教师到国庆阅兵徒步方队中的一员,北京女孩陈佳南说,在27岁的年纪做出这一选择,值得自己铭记一生。 十一前夕,中西社记者在位于北京的阅兵训练场见到陈佳南时,她正忙着与方队中的其他队员进行日常训练。 入秋后的北京,无间的气温依旧维持在30度以上,烈日制考,在长时间的站立后,姑娘们的肤色都成了训练色。 是因为我们确实之前没有受过这种专业的授业训练,所以一开始方队还是考虑的蛮细的, 一开始有我们早上跑操,然后要加强体能,然后从零基础的那种简单的对的动作,然后慢慢地学习,然后慢慢加强难度,加强强度。 陈佳南所在的民兵方队是国防后备力量的代表,是唯一由社会女性抽组而成的女子方队。 因为没有军旅经历,陈佳南在日常训练之外,还需要加练军事科目的训练,以提升军事素质。 训练的过程虽然辛苦漫长,陈佳南却从没想过放弃。 嗯,肯定是很,觉得很光荣,然后当然就是也有点复杂,就因为辛苦肯定还是辛苦嘛, 然后就是整个过程中也有比较难过的时候,所以说肯定是有过的, 就是觉得真的很累啊,或者是脚很疼的时候会有一点。 陈佳南说,在电视机前自己曾多次看过阅兵,但当自己成为阅兵队伍中的一员时, 那种自豪的感觉一直萦绕心头。 说话间,眼前这位爱笑的北京女孩眼眶不禁湿润。 以前觉得说,就是天门前走一遭是别人说确实一辈子的荣光, 是很光荣,但是到底怎么个光荣法啊,真的是只有自己走在这个, 走过那个轻石板路的时候才能觉得那种很激怒, 我真是第一次感觉我和祖国的距离这么近。 国庆阅兵徒步方队中,有零基础练起的新人, 也有入伍多年的老兵。 在维和部队方队中,领队徐有泽已经55岁, 为了增强体能,在日常例行的8小时训练外, 他还经常加班加点训练, 从来时142斤到现在的128斤。 他开玩笑地问记者,自己现在是不是变得很苗条了? 两个将军脸队来讲,在整个方队里面, 他既是所谓脸队嘛,就带脸着大家嘛,带脸着队伍嘛, 所以他要起到一个标杆作用,起到一个示范作用, 还要起到一个童脸作用,所以要求肯定要高一些。 那自己要做好,两个人要高度的这个协同好,配合好, 动作要高度一致,而且我们还要负责给部队下口令, 部队按照我们的口令做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要求我们不可以有丝毫的懈怠。 维和部队方队的亮相,是此次国庆阅兵徒步方队中的一大特色。 维和部队方队是中国阅兵历史上首次以海外维和力量为主组建的方队, 方队作为维和部队的代表,将向世界展示中国蓝窥的维和风采。 阅兵时,维和部队方队将戴蓝色贝雷帽, 维兰赤丝金,配联合国徽章,维和部队方队官兵们将此称为跟国际接轨。 除了国际范儿,中国红也在阅兵着装中有所体现。 那么中国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国庆的胸标, 然后还配到的国旗,这是中国军队,中国的维和部队, 中国参加世界和平的维护的部队, 所以既有这个国际范儿,还有中国的特色亮点。 阅兵训练的操练场上,训练的口令声不绝于耳。 在此间,受阅官兵们磨动作练表情抠手势。 在国庆前夕,他们用整齐划一的动作,饱满热烈的表情, 悄然等待着阅兵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惊艳亮相。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